大家好,我是阿特 菜花炒肉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多加这一个步骤 像我这样炒出来的菜花炒肉 爽脆鲜嫩非常的好吃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买回来的菜花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菜花的头部我们就不需要了 菜花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两至三小块 如果切得太大块 不容易我们翻炒 前部切好的菜花 我们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再加入清水没过菜花 食用盐有消心杀毒的作用 可以很好的去除菜花里面的虫暖 我们浸泡15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肥瘦相间的捕花肉 再把捕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 捕花肉我们尽量切薄一点 这样我们炒的时候也更加入味也不会油腻 全部切好的 捕花肉我们放入一个碗中 捕花肉我们先提前腌制一下 加入一点食用盐 一勺生抽 撒上一点胡椒粉 去腥 蒸香 再加入一点嫩油粉 最后加入一点香油 我们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让它均匀入味 捕花肉我们腌制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大蒜 全部切好的大蒜 我们放到一个碟子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提前调一个料汁 加入一勺黄豆酱 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少洗的鸡精 少洗的淀粉 再加入半碗清水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让调味料融合在一起 这个时间我们的菜花也泡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菜花倒到一个宽中 过滤一下多余的水分 接下来我们要改菜花 先焯水 往锅里加入适当的清水 水烧开后 我们加入一勺食用盐和一点食用油 把菜花加入锅中 焯水30秒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 加多这一步骤 这也是菜花爽脆好吃的关键 接下来我们再次烧油 先把腌制好的母花肉放入锅中 炒出多余的油汁 这样母花肉吃起来也才够香 不会太油腻 炒出多余的油汁后 我们再把蒜末加进来爆香 翻炒几下 我们再把菜花加进来 先把菜花翻炒几下 再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开大火翻炒两分钟 把菜花炒熟 炒入味炒香 这样一道美味的菜花炒五花肉 我们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五花肉和菜花都非常的入味 菜花也是爽脆营养不流失 你们赶快也在家里尝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道家常菜见